大家好,歡迎大家來到我們香港生命科技青年會的2010年座談會系列,我是今天的主持Presley 接下來就踏入北約的季節,我想很多影界畢業生都在發音訊息,找工作可能陸續續會出現很多問題,可能有點迷惘 究竟Live Science的就業出路是否比較窄呢?Live Science好像每個行業每年都有新科技,每年都在轉 究竟老闆們在想什麼,或者想找哪一類型的學生呢? 所以今天我會和大家探討一個題目,就是以僱主的角度去了解生命科學畢業生的入職要求 今天我們很榮幸邀請兩位行內非常有經驗的嘉賓和我們分享 我先和大家介紹一下,首先是得而健康Tik2Health的行政總裁Tony Ong Tony在中文大學主修Bio Technology,曾經在亞士林基因科技擔任總經理 之前是專注於全香港首創的無創產前檢測技術 也在美國的BioTech公司Grill擔任過亞洲業務董事總經理 Tony現在的公司得而健康,專注於早期的避陰癌檢測技術 其實已經和很多香港的診所之間的議員合作 我也知道Tony也是香港科學院創科會的副會長 另一位嘉賓就是Haze的香港業務經理Michael G. Michael G.在英國的Walwing主修醫療科技和醫療科技 我知道Michael曾經在科學院、輝瑞從事過研究工作 六年前我知道他加入了全球其中一間最大的Haze公司 主要專注於Live Science行業的提供 幫助很多不同類型的公司招募人才 包括Pharmaceutical、Medical Device、BioTech、CRO等等 我知道Michael上年也榮獲了Haze亞洲區Live Science的 頭部創作者和頭部創作者 在這個時候,不如先和Tony談談吧 Tony在這行業也有很多年經驗 其實你當年如何投身這行業呢? 你覺得你大公司做過 初創公司也有經驗 分別又在哪裏呢? 你覺得香港公司也好,美國公司也好 或者其他地區公司選擇員工 選擇人方面,有沒有什麼不同的要求呢? 所以現在我們有請Tony和我們分享 有請Tony 大家好,我是Tony 很感謝Presley的介紹 以及社會的邀請 可以和同學聊天 我們可以和同學聊天 其實我先說一下自己 我是十多年前在香港中文大學 讀Bio Technology畢業的 然後我一位教授也是在這個方向 在威爾斯醫院 經教授去做一些癌症 基因組合的研究 接著做了商業的工作比較多 商業的意思其實主要是 跟商業開發 跟資本市場對接 等等 所以我會形容自己 其中一半是一個科技訓練的人 其中一半是一個商業的人 其中一半是一個商業的人 將資金和商業放在技術 即是科技放在一起 然後創造這些企業出來 這就是我舉了一段很長的時間 很專注做的事情 剛才Presley問了幾個問題 我覺得是很有趣的問題 我會選一些問題先說 然後Michael可以補充一下 我們可以互相對答一下 第一個問題 Presley說到 大企業和做初創企業 而初創企業一般是中小企業 分別在哪裏 在這兩個層面我都很經歷過 如果由初創和中小企業 有幾間公司 我都是公司的第一個人 然後四面牆 一個人 然後拿著一些資金 就開始建立一間公司 由一個人變成幾個人 變成幾十個人 這個過程 另一個極端的我做角 我畢業的第一份工作 就是做Sales & Marketing 在GSK 在全球有十幾萬人 一間大約廠 我另外做一間未知公司 一間未知公司 全球有40萬人 有120多個辦公司 所以跨國非常巨型的企業 versus 只有一兩個人 三四個人 十個八個企業 這兩個極端 我經歷過 我經常跟同事們講個比喻 甚至我們去請人 學生來見工的時候 我有一個比喻 其實你說大公司好 還是中小企好 並沒有一個既定的答案 我和性格很有關係 我有一個比喻 就是如果你想做一間 規模很大的 很well established的公司 就好像你 今天去到海洋公園玩 哪裏有機動遊戲 哪裏有過山車 哪裏有得吃Donald 哪裏有熊貓 哪裏有金魚 你是知道的 你掀開地圖 跟著地圖走 就可以去玩 玩得開心 就每個人自己體會 這是大企業的世界 它有很好的地方 所有東西都很清晰 很structure 有條路跟著你走 你跟著別人走就可以了 初創企業是另一個世界 我的比喻就是 你走入亞馬遜雨林 你除了知道裡面有些樹 有些河流 有些食人倉 有些野生動物之外 基本上是一無所知的 一直走進去 還要有命走出來 是這樣的過程 當然 壞處是什麼 就是這些東西沒有這麼structure 年輕人當然想學 學習 學習不會容易有人 沒有classroom training 一般就是 你找到一些願意教你的人 跟著他去學 有很多波折起伏 很多東西是unpredictable 這就是初創企業的環境 哪些人在哪些環境裡 會做得好些 其實都是看性格 所以認清自己的性格 這是最重要的 第二個 我會有興趣 談論一下的題目 就是工種 我相信今天很多都是學生 你會想到畢業之後做什麼 而很多時候 在我們的學科 第一樣想的 不是我讀完畢業之後 畢業入一間公司 而是想 究竟我是升學繼續讀 還是畢業找工作 其他學科就比較少 會這樣想 但我們這些學科 通常很多人都會想 升學繼續去做研究 我覺得第一個考慮 就是認清自己 或者揣摩一下自己 想做學術研究的路 還是去企業界做事 學術研究 一般比較容易認知的 就是由學士學位 到碩士學位 或者有些人不讀碩士的 直接去到博士學位 然後完成了博士學位 還有一個 博士學位 博士學位 研究生 然後 當中很出色的 就會由一個 助理教授 這就是大學的道路 除了大學之外 都有一些研究院 香港、內地、國際上很多 例如香港的 你們可能聽過 有些叫做應科院 例子 裡面可以做研究 這不是教授的道路 但也是以研究為主的道路 這是一種的職業生涯 另一種職業生涯 就是離開了學術界 在企業界做事 企業界的世界很廣闊 那企業界做事 需要有高級的學位 需要不需要PhD 其實就好看企業界做什麼工種 剛才說到學術研究 一般做得好 都要PhD 要博士學位 所以很多人一畢業 我選一個學士學位 然後選一個石士學位 再選一個博士學位 上去讀 那企業界怎麼看呢 企業界經常說 在licensed 行業的企業工種 我一般會分成三類去看 第一類就是大家容易見到 講起Bio Technology 講起Life Science 講起Medical Science 都會認知的 研究性的工種 研究性的工種 一般有一些比較前期的研究 是一些Discovery 去發明一些科學的應用 或者去了解科學的現象 這些崗位 非常之基礎性研究的崗位 在企業界是不多的 而且很多時候是一些大企業 譬如大藥廠 它才會比較多這些 基礎研究的崗位去做 所以研究崗位 大部分其實是應用性的 研究崗位 即是說 有些科學現象 已經發現了 然後有些想法 去做什麼產品 將產品做出來 這個我們統稱為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裡面的Development 企業界一般研究性的崗位 就是做Development 而Development 很多時候 都需要PhD的學歷 會不會有些人 有Bachelor或Master Degree都可以呢 有這些可能性 但可能會容易遇到一些職業的製走 例如很多企業的 Product Development 在Life Science Head of Product Development 一般都是PhD學位 所以如果沒有PhD學位 通常在職業生涯上 都會容易遇到天花板 另一種 都是跟研究性質有關 就是很偏重 產品的臨床 研究註冊 這一類 這一類 嚴格來說 它的工作性質 就不是純研究的 而是為了 Fulfill 某一些規則 例如說 大家可能聽過 就是 那些做醫學產品 在美國 很多時候 跟FDA 美國FDA的規矩 在中國內地 有一個組織叫NMPA 有這樣的規矩 歐盟 很多時候 這些要求就是 做一些大型的臨床研究 去證實數據是好的 是適合的 然後 就去經過 那些 所以 可以拿到 審批部門的批文 那個產品 才可以買 這個機制在 藥和醫療系下的行業 是很 好 這些行業 比較多 不是有 最高級的學位 例如 Bachelor 或 Master 都很多人去做 而且職位數量很多 不過很多時候 除了做 研究性質的 也很多 Administration 我們所謂行政事務性質的 你可以想像 當你和 Regulatory 部門打交道的時候 其實很多文件 很多法規的東西 這些 統稱都是有些研究性質的成分 但是比較多行政性質的 如果我們說 很多生活生日的學生 都在思考他的職業 通常在職業生日初段 都是在思考這些 很多學生都想 我讀這個學科 想做這些 那我想做這些 當然是做研究 要是做臨床研究 要是做實驗室 pre-clinical研究 都是這些 那 這個 等一下 Michael可以補充一下 或者Michael他招聘 很多這方面的專才 但我今天想說多另外兩類 大家未必很多關注 但是人材的渴頭量 其實都是很大的 我講第二類 商務性質的東西 一些commercial的東西 一般一般什麼呢 最簡單 產品要賣出去 那叫二人附入銷售 銷售員 我們一般叫Salesman 我覺得香港很多大學生 是不願意做Salesman的 我發覺 但是我會形容為 如果你想在企業界 有一個長遠的發展 你曾經做過相關product Salesman的經驗嗎 這是一個我會形容為 價值千金的經驗 你真是體會到 一個有商業價值的產品 在市場上的 如何到達客戶手上 這是一個很好的訓練過程 除了Sales的工作 當然有Marketing 有Business Development的工作 但是除此之外 還有一些Supporting Role 雖然它叫Supporting 但是都很重要的 比如Finance 譬如Human Resources 這些其實都是 我會統稱歸類於商務性質的東西 有商業成份的東西 而它對於企業都很重要 而往往這種人才是很缺乏的 我舉個例子 當一個企業在成長的過程裡 可能需要一個Marketing的人 他懂得做Marketing 但是他又懂得Life Science Product 他才可以做Life Science Product Marketing 這些就是我們自己的複合型人才 另一個例子 香港是有金融中心 大家都知道 在香港有很多金融專業 會計算財務、資本市場 投資這類型的人才 但是在這個人才的pool裡面 能夠找得到 懂得處理Life Science的企業的人 其實就少很多了 一個人懂得金融 又懂得Life Science 這種複合型人才 其實是很重要的 大家可以考慮一下 如果你不是想做科研的人 可以考慮一下 你的職業生涯是否可以做一條路 另外第三類 我會認為是比較technical operation的人才 它是一個operational的東西 它需要technical knowledge 但它又不是在做科研 有什麼例子呢? 我舉個例子 大家今年 上年開始見到很多 我們做COVID-19 testing COVID-19就是你抽的樣本 譬如說被醫師指 然後送到實驗室 那實驗室為什麼會出到報告呢? 因為有一堆實驗室操作人員 那些人數是很多的 他們是由一些專門的牌照 去訓練一些實驗室操作員 那些實驗室操作員 平時是不用做科研的 他們不會發表科研論文的 但是他們的出現和工作 就是令到technical operation 會有運轉到 這只是一種career 我知道有不少的人 他慢慢讀書 就發覺他做研究的天分 我知道天分就是能夠出 有很好的研究成果 能夠出版到一流的學術論文 那種天分 那天分未必很高 但他又不想做商務的東西 他真的想做技術性的工作 那些technical operation的東西 就是一個好的選擇 香港實驗室有很多的 很多technical operation的人才 另一種都是technical operation 但香港比較少 就是做production 做生產 做廠房 香港就不是工業城市 就沒有什麼廠的 但是呢 隔壁 過了深圳河 大灣區的內地城市 就有很多廠的 而那些廠 就不是你以前想像 有五千個工人 坐在那裡 車的衣服 植毛 那些廠 不是那些低技術的廠 中國內地是很多高新技術 我們要高精尖的廠 而那些廠 都是需要 很能力的technical operation的人才 要做生產管理 品質管理 supply chain 即是供應鏈 物流 這都是technical operation 都要懂得lifesign才做到的 這類也是一個可以考慮的career 剛才我大概分成了幾個大陸 歸類去講一講 裡面的話題要講 可以講兩三天的 我暫時講到這裡 我邀請紅葉專家Michael 和大家聊一下 多謝你Tony 非常精彩的分享 非常實用 我們跟Michael聊一下 Michael 我想這麼多年來 你都接觸很多不同類型的僱主 其實你覺得香港的life science公司 有沒有什麼特質呢 或者其實他們這一刻 今年到了 接下來 他們最需要哪一類型的人才呢 還有我們今天很多應屆畢業生 或者將來想進入這個行業的同學 有沒有求職的提示給他們呢 現在有請Michael為我們分享 有請你Michael 謝謝Persley 其實Tony也包含了很多 其實做了一個很好的介紹 無論由他的心路歷程 到行業的 overview 作為他老闆 角色看到不同的地方 很好 真是一個很好的介紹 讓我繼續接咪下去 那我自己有一點背景 可能大家同學 認識我多一點 那我自己就 其實跟Tony的背景有點相似 那我當然未去到Tony 現在 有一個不同的鏡頭 走下去 那我會希望 都未來我自己的 career 規劃發展 都好像Tony 那樣 有一個很不同的地位 那我自己就 有一個大學 和師父都讀醫療科學 那我繼續去升學 那時候在英國讀書 那我自己很榮幸 那時候很幸運 那時候很幸運 由自己深入職業 那時候是一間美國幾大型的跨國企業 進去去理解他們的 business 又去做康瑜做 research assistant 不然之後 然後又回到Visor 那裏做我第一份工作 那就了解了多一點 了解真是一間 M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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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裏面的世界 所有的運作 是的 可能那時候 剛剛的科學 其實我自己看的東西很限制 其實 我想 就算藥廠世界 MEDICAL DEVICE 整個爆鐵世界 我就知道 他們是製藥的 他們是做研究的 我自己 其實為什麼 一開始大學讀這一科 我想每一個同學仔 都很多選擇 為什麼能進去這個 field 我想多多一點 都會有一個 passion 老實說 我想 如果不是的話 都很難堅持走到醫學 那 所以我就了解了這個世界 多了一點 然後去做 life sciences 很老實說 這幾年 之前加入這個 industry 到現在真正做的 industry 原來是世界很大的 剛才Tony也做了一個很好的 introduction 其實很廣闊的 可能同學仔 不要只是覺得 可能 BioTech 的 industry Life sciences industry 只有 research 其實香港是一個很特別的位置 老實說 很多 research 性質的東西 比較少一些 可能各位同學仔 就是覺得很多都是 research 成分很多 但是很多都是 business 為主 commercial world 因為始終 我想香港 你會見得到 我們 based on 這個金融體系 去到產業霸 已經去到trechery 多方面 比較 advanced 很多時候 都是講過 連接性 是的 所以很多的商業的 roles 需要各位同學仔 去加入這個 industry 我想幾方面 可能從我自己 做招聘 招聘人才的角度看得多些 進入這個 life science 的行業 我想兩個很重要 我一為統稱硬件 和軟件 硬件方面 我想就是講你自己的 對應的學科 Bio Medical Science Pharmacy Degree Pharmacy Degree PhD Involved 所有science Degree 都需要有 我想展示到你一個 有一個 basic understanding 和你自己的 adaptability 至少你對於science 有一定程度的了解 認識和興趣 才會在這個學業 繼續走得多 但是很多同學仔 會用來做 Solved Skills 可能 Tony 作為老闆 很多時候會看回 你自己 那方面的 soft skills 甚麼 我甚麼就指 Soft Skills 一一個很大的 問題 我想 Soft Skills 就是你的 communication skills 和你自己 有沒有多些 其他工作經驗一定沒有了,各位同學,但是你怎樣可以運用到,其實說真的每一個面試,每一個爭取的機會是看你怎樣表現你自己,令到你的印象更深刻在面試館裡面 通常來來去都很方便的,有communication skills,project management skills,以及你自己最過程都跟國際講,建工是有沒有心,有沒有passion 通常醫事館都是問好三樣的問題,你對我們公司的力量有多少,你對這個工作性質知道些什麼,還有你有沒有related experience 其實呢,全部這些地方都可以是用來搜尋的,老實說就是你上網看得多,問朋友更加多,去了解這方面的東西 可以從而去知得到,你有沒有去到,就是看得這麼表面的地方,而去做一個深入了解呢? 即是高低手之分呢,就是其實在你做過搜尋,有沒有做到更加深入了 可能有些,我見到很多同學就說,其實呢,可能現在做很多virtual meeting 左手就按著電話,其實讀回Google那裏,看一堆堆的東西,跟回那個網上見到的廣告 讀一次,給回那個老闆聽,面試官聽,那你覺得面試官一天見十幾二十個 會不會留得有一個深刻的印象關於你呢?那就不足夠了 那第二方面,你自己有沒有一個見解? 是的,你看得到網上更加多,當然你自己有沒有一個嘗試去理解做些什麼? 是的,而你怎樣可以contract表到公司呢? 公司又給你一個很好的平台去開展 而你自己有什麼提供到公司呢?我經常都跟同學說,相向的 很多東西都,那無可奈何地 就是很多technical的功能,就是scientific的功能 是需要一個很專業的Degree 例如PhD,那我自己讀過Master 其實我自己就經歷過一件事的 我那時候去到法醫學,Pfizer 這間公司是一間很大型的跨國製藥公司 我那時候擔任的位置是做Medical Affairs 做什麼工作的呢? 是關於不是做研發的 但是去到很後期,譬如你製了一個新藥 而我的target audience 是醫生來的 那醫生很想知道這個藥的藥性是怎樣 他需要一些很專業的人才去解釋這個藥的藥性是什麼 了解這個藥的用法,很technical的 我會看很多不同的醫療書 我那時候做了一年多時間,那時候Master Degree 老實說,應用到的skill set,應用到的學習 但是內行公司對我的期望 他的交流程度去到極致 是真的有一個educational background 還有未來大的趨勢 都是你有多專才 那麼PhD其實怎樣應用到專才呢? PhD那四年時間就是專注做一方面的事 訓練出來就叫專才了 那麼可能很多PhD可能專注做oncology 腫瘤科的研究 裡面有很多方面的 有腫瘤癌症 有不同的人體生命 有很多科 只讀那方面都可以讀四五年的 至少 你可以做一些NGS 不同的next generation sequence 怎樣可以應用到去測試癌症方面 很多biomarkets 很多不同的地方 又可以搞你四五年入門版 很多公司很喜歡聘請專才 去買他們的專業意見 專業知識 對 那麼我那時候呢 去到一個 Position Medical Affairs 我做的工作 叫做一個很特別的工作 叫 Medical Science Eason 很特別 各位同學有興趣可以Google一下 很專門去專注了解這個產品的所有藥性 科學的背景 去跟一些專業的醫生 去坐下研究 聊天 discussion 那麼當然的requirements相當之高 是的 那麼我升任不到的 但是會去到職業生涯 那時候的我的manager 都跟我說醫學很competitive 對於這個學歷 是的 我想Live Science的人才 很特別在不僅是香港 其實你說的語言 Science 這個language 是全世界的 是的 很共通的 你跟別人競爭是全世界 而好處的話 你的機會也是全世界都可以擁有的 那麼無可內行 我做這麼專業的話 那個quallification 一定是PhD 那我就輾轉反則 那當然 現在的公司 Haze Recruitment 都在創造一個專注 是做生命科學的招聘工作 那我那時候很特別的 那時候我出來找工作的 撞到我以前的舊老闆說 我們烈頭公司有一個開箭的分支 是專注聘請生命科學的人才 而你有這方面的解釋 那不如試試過 我公司去做吧 做了六、七年 就是這樣 但是同學仔 我想未必知道很多不同的工業 因為這個感覺太大太廣了 但是你要知道自己的定位 定位在哪裏 你自己喜歡什麼 不是在一間行業 有幾個方面可以自己去探索一下 是不是真的喜歡做研究呢 我自己做了大概 加上探索了四個研究 是不是真的喜歡呢 我那時候的留言 給我自己 喜歡 但是走到很喜歡 去不到很喜歡 做不到一輩子 我也是喜歡跟別人溝通 對啦 interaction 第二方面 那我就知道 研究這條路 未必特別喜歡 因為工種需要的專注力很高 對啦 通常的面試官問 如果你去一個很科技的位置 的話 一定是來研究有多愛人 對啦 這個 passion 才會令到你 研究很多不同的挫折 很多不同的挫敗感 然後你怎麼可以繼續走下去呢 真的好講堅持 那小弟就未必了 第二方面 你會自己有什麼特別之處呢 我想你大學 這四年期間 或者開了Master Postdoc的時候 我想有些興趣的 你會發掘到自己的優勢在哪裡 無論你自己面試之中 和你去你的職業 和規劃之中 多多少少都會給你一些想法 通常你開開呢 只有兩種地方 無論像Tony所說的 有一些 business supporting function 無論出去和 sales and marketing 簡稱是commercial 比較商業性的工種 都很需要溝通能力 和對人的 其實 我想 life science 就不只是 可能是關注去 research 就算是Research的同事 都會去寄出一些 Research的數據 去和其他身邊的同事 去作為交流 去把事情合在一起 所以如果你有這方面 你對自己的 communication skills 很強 和你如何去表現自己的話 很重要 我想如何表現自己的話 我覺得最重要的是 故事 說故事 你要在雲雲人海之中 說故事 令到面試觀 對你的印象有深刻 說到故事的話 很幸運 你的面試觀 會繼續對你有興趣 然後慢慢給你指引 就更加多個問題 令到你更加多個機會 去發展自己 那也是一個 try and error 的形式去面試 一點點分享 Mesley可能交給你 去直接我 有什麼問題 去補充 謝謝你 多謝你Michael 非常多謝兩位 精彩的分享 接下來 我們有二十多分鐘左右的時間 我們可以有個自由問答文節 我也鼓勵各位同學 大膽一點 就反押機會 可以直接向兩位 這麼有經驗的行內人士請教 其實大家可以 有問題可以按一個 舉手的按鈕 我叫了你名字之後 你可以開咪 可以直接問兩位問題 其實兩位其實都可以 這麼多位都可以 在檢查檢查問題 我會選一些出來讀 不如這樣 我先問一問兩位 我開門比較健身 其實兩位自己作為老闆 或者接觸這麼多老闆 其實你現在覺得 出現的市況是怎樣 究竟其實 繼續受疫情打擊 公司可能請少了很多人 更加難請 更加難考慮畢業生 還是其實因為疫情 令生活科技更旺 更多畢業生的就業機會呢 那麼 這個心理預期一點 我們這些同學仔 不如 Tony 你怎麼看 我會這樣看 其實 Live Science的行業 比較特別 它對於短期市況的波動 受到影響 不是特別大的 當然有某些情況 會上落大些 譬如說 因為有COVID-19 所以有很多企業 就請人去做COVID-19測試 這會叫特殊性波動 撇除這些特殊性波動 總體來說 Live Science 不是一個對著經濟周期 猛烈波幅的行業 它是一個長線的行業 為什麼呢 我舉個例子 例如說 有一個小分子的小分子 小分子藥物 由它出現這個小分子 到它去做動物實驗 做完動物實驗 才可以去做人類的臨床的醫學實驗 還有分第一期、第二期、第三期 拿到批文才可以上市 這個過程 其實是可以超過十年 其實是很常常的 其實經常是超過十年 有些短的可能七至八年做到 但其實是很少的 大部分都是十幾年的會 所以想像到一般 真是叫做 有高技術成份的 Life Science Industry 它的周期 不是看清楚 我今天開店 兩個月後賺錢 一年後回本 不是這樣的周期 是長期周期 所以 對短期周期 沒有那麼敏感 沒有那麼敏感 長期周期 怎麼看呢 如果我們將周期 拉到十年 十幾年 二十年 這個是肯定向好的行業 一定是穩步 向上發展 也就是因為這件事 多了很多投資者 很多資金 進入了Life Science 這個領域 過去十幾二十年 有很多其他領域 包括了做金融的 做IT的 做地產的 等等不同的行業的商家 現在都有不少 就轉型或者叫做 增加了他們的投資 或者業務範圍 去嘗試在Life Science 或者Health Care 類型的業務 是大展權的 所以整體行業是向好的 而我這裡相信 人對人才的需求 一定會大量增加 你可能會問 你作為一個學生 如果行業整體向好 就算有波幅 我認為波幅影響不是很大的 那你是否受到這個向好的行業 受惠的一份子 好看你的對自己的定位和技能 一個很直白的說法 如果你對自己的定位和技能 只能夠服務香港這個城市 那就有點麻煩了 因為香港 是一個750萬人口 左右的城市 而我們在這個行業 去做一個企業的人 很少說我們建立一個企業 或者一個公司 托展一些不同的業務 我只是會去香港做的 很多時候 這個地區的 focus 這個地區 會包含了中國內地 所以你沒有跨地域的能力 是重要的 但也要提一提 如果你的能力 只能夠涵蓋中國內地 也不可以 你想想中國內地有多少人 一個十四年的國家 每年有多少萬 數以萬計的 life science 畢業生出現 所以你又要想想 你對比他們 你有沒有什麼優勢 所以在香港出現的學生 能夠同時在兩個環境 兩個環境 和中國內地的環境 都能夠很舒服地遊走做事 我覺得這是一個重要的範疇 第二個範疇 我會覺得是 剛才說了很多 讀不讀PhD 做什麼工種 做Marketing 還是做Pro Development 這一類的東西 有一種技能 我認為是絕對通用的 當然是communication skill 而在communication skill裡面 那個語文能力其實很重要 我有留意到 其實在香港不少的大學 去培訓 life science 畢業生的時候 培訓了很多字 怎麼做實驗 怎麼打個textbook 我們讀這個gene 這個gene的function 做gain的function 怎麼做 做loss的function 但好像沒有什麼 很重視培養學生的語文能力 我只是說中文 包括普通話 包括寫作的中文 英文的能力 只是這兩種語言 對於一個企業 請不請員工 那個員工 能不能在工作上 發揮好作用 已經是極其重要了 所以這些基礎能力 我覺得是很重要的 所以那些基礎能力是有的 而讀書又讀得不差 讀了幾年書 真的學到東西 不是大學幾年 不是上去玩的 真的學到東西 然後也有跨地域 跨文化環境 International and Main-in-China 都可以comfortable 兩邊都有走 這個我會形容為 具備了最基礎的 foundational的能力 可以在這個正在向上走的行業 有一個career 蠟燭的基礎機會 我講基礎 不是飛黃騰達 我講基礎 我的看法是這樣的 Michael呢 Michael 你看現在的市況呢 Tony講得很好 真的 這方面 我覺得各位同學 對比我大學十多年 那一陣畢業之前 現在這個情況 你們是選對這個行業 十年前 我對比起 十年前 未必太多人 認知 Live Science 也很感謝 我們 HKLS 社會 去推薦多些 合作 和各位同學 多一些想法 去形成這個業務 非常興奮 我見得到 這十多年的變化 很多人重視生物科學 這個地方 是一個高門檻的地方 不是說 我走過銅鑼灣開一間魚蛋舖 然後開一間珍珠奶茶 不是的 你說的技術含量很高 而這個東西 技術含量很高 要代表什麼 要爆很多金錢 去做研發 那個研發家裡面的心血 血症 去做到這個東西 不是那麼容易 Tony講得很對 數十年 一個起巴 即是一個最低級的 但是現在我想 很多世界上 很多不同的地方 都很重視這個東西 是一個長延性的發展 各位現在同學 你對比我十年前 可能Tony比我更加力量更多 現在是比起我們那時候 去玩工作 和 career opportunity 已經多了很多 很多不同的功能 你可以去 discover 市況 只會越來越好 關於 life sciences 但是 會不會受其他大的東西影響 會 但不會特別多 你說金融行業 大起大落 老實說 life science 是穩打穩摘 是穩步上揚的 但也會有很多不同的氣氛 會影響到的 但是 我剛才提到的一件事 就是 其實science 這是一個 global language 世界共同語言 你走到非洲 你走到美國 你走到歐洲 你走到歐洲 你講science 這件事 是轉回不同的語言 但也是那樣 不會說不同了 這件事是 哪個地方都可以運用到的 這個skill set 是你的目光 有沒有去全球的市場 你在做science的很多地方 當然 你有這麼多 position 你有這麼多選擇 你選擇 但是老實說 很多同學生 我見過 拿advice 就說 哎呀 怎麼辦 我覺得很多選擇 是多 opportunity 但我們都收到很多 applicants 我們的 hiring party 都要選人才 我們都很苦惱 其實很多同學生的履歷很好 就是bachelor master 民校出身 或者是讀某一個科目 是我們很興奮的 可能PhD 是specialized 某一個study很好 但他們有很多寶藏的東西 不懂得如何表達出來 令到我們的考試 事觀很無助 其實短短一個小時 都不知道問什麼好 可能未必令到我們去認識 更加全面的你 怎樣可以去令到自己 準備更加多的話 去令到我們認識你的話 表達能力 哎呀 你先講故事 怎樣學會一件事 怎樣講好一個故事 令到故事動聽 而別人又明白你講什麼 雖然很簡單 但很難做 要有一點時間去訓練 去訓練 講故事的技術 講故事關於什麼呢 是關於你自己 還有 講故事動聽的話 就會令到 會有更加多的耐性 興趣 去慢慢發掘你 這樣就容易行很多了 但怎樣準備好自己來來去去去去 有什麼特別呢 我經常都 想請一個 有心有力的 有火 有火的年輕人去加入公司 而我們繼續慢慢發展 我想Tony也很相信這件事 最重要是有沒有心 老闆請人都是說 同時我們肯不肯去栽培 那為什麼要栽培你呢 這麼多人 當然是一個 令人能力高 很肯聽人意見 而進取 負責任心 那麼我們投放的資源更加多 而有回報 我們不會盲貿然會 投放的資源是一個錯的人 那麼這方面 你如何準備好自己 如何能夠展示好自己 而來的責任心 可能你大學有很多不同的 你參加社會 或者過往的工作經驗 所謂工作經驗 就是職業 真的 參與更加多 令到你裝備好你自己 多些資料 讓你作故事 做你自己的故事 多謝兩位 我也收到一些同學的留言 問問問題 我看到一位同學想舉手 看到應該是Yun Man Lok 或者邀請你開咪 可以直接問兩位講師 聽到我說話 聽到 好多謝兩位嘉賓 今天抽時間來跟我們分享 其實聽完你們的分享 我也有幾個問題 首先第一個問題 就是你剛才也說過 這個 生活科學是一個很 國際的語言 那你覺得 其實如果香港的這個環境 或者這個人口這麼小 你覺得 有什麼優勢 是我們繼續 在這個 如果我繼續留在這個 生活科學的 裡面有什麼優勢 我應該要繼續留在香港 還是我們會不會去這些其他國家 或者內地發展 會有這麼大的優勢 然後第二個問題 就是 你覺得 因為剛才你也說過 生活科學是一個很長遠的 一個投資 算是 那你覺得有什麼 感覺 是你覺得是 未來這十年來的大趨勢 因為生活科學這個感覺 很廣闊 可能有 可能有 腫瘤 有癌症 你覺得有什麼是 未來的大趨勢 多謝各位 兩位怎麼看 不如我嘗試回答第一個問題 先說到 我會形容為 如果這個問題是 應不應該留在香港 或者是 如果留在香港 應該選擇一些 特別的優勢 我用另一個角度去看 就是 當你畢業之後 選擇一個工作 城市對你來說 是否重要 這個意思是什麼呢 我舉個例子 例如說 你有些很重要的家人 在香港 你一定要長時間 陪著那個家人 這個家庭的因素 或者是 你會 覺得 你準備 一邊讀書 一邊工作 你找到一個 兼職的學位 課程 已經在香港讀完 這些我會有 specific的因素 令你特地去跟城市 和選擇一個城市 但是如果沒有這些因素的話 我覺得 如果你不介意 更開放的 的話 先不要用城市去考慮 你找一份工作 我建議先用行業 和工種去找一份工作 我舉個例子 例如說 你是對於 生活科技 的發展 很有興趣 但同時又對金融很有興趣 於是你想找一些 是利用金融知識 應用在 這個 生物科學行業的工 我舉個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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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是你下一步 就去找 哪些企業有這些工 而那個企業值不值得你去投身 而你行業完略之後 例如有一個工 他是有這個機會 他願意培訓你 而那個企業很有前景 而Sohaven的企業 譬如他在新加坡 或是在杭州 如果沒有什麼特別 香港 一定要考慮香港 你就直接過去做 這個行業 城市是一個 第二次的關鍵 除非你很實在的 你一定要黏在香港 否則 香港可以考慮 其他任何城市都可以考慮 但你先考慮了 那個行業的工種 然後那個行業 和工種裡的企業 你是不是特別想去 對的話 就不論他什麼城市 你就去 我的看法會是這樣的 Michael呢 Michael 你怎麼看 是一個 global language Life science 但是 要有一件事 你要知道 就是 你想要的東西 自己能不能做到 這是第一方面 第二方面 如果你知道自己能做到 無論哪裏 你都應該嘗試去做 香港呢 老實說 是一個 這麼多年來都比較上 是金融發展的專注的城市 No doubt 是的 我們的角色呢 在香港呢 我們香港人很懂的一件事 就是電通 和我想創造機會的能力 所以我們做的角色 香港城市的功能 是一個 super conductor 連接性的角色 如果我們香港的地位 這個角色的話 很多工種和公司 他們設立的工種 都是圍繞這個平衡 這個大旋律的 這個就是背景了 對 即是你做生命科技 即是你做生命科技 你做生命科技 而香港的定位 是這樣的 你做生命科技 你的工種 也有很多 但是你要知道自己 最想做些什麼 因為這個行業 是長遠性發展的 沒有什麼 一件事 你可以很快轉圈 可能 金融、地產、保險 那些 很多很快的東西 你要花一點時間 和耐性 去投入這個事業 而我這個事業 而那個的Return 相當之大 是的 你要知道 你要腦海 就算是做工作搜尋 還是很重要 你知道自己 要什麼 很多學生都不知道自己要什麼 他們會用一兩個地方 來作為考量 第一 是否人工最高 人工高 不管了 不要說那麼多 人工高你叫我做什麼都行 那我會跟各位同學講 其實未必不用Live Science 坦白說 某某金融行業都找得很高 其實我們的行業 是說你有門檻高 而你有一個態度和心態 去長期去加入Live Science的發展 你才會利益到你 如果你說短期上 不好意思 你的Live Science行業 是適合你 老實說 是有少許耐性 而潛在價值得相當高 第二方面 你不說錢 第二方面 你知不知道自己適合什麼 如果不知的話 可以問在朋友仔 問問你 身邊的朋友仔 覺得你是一個怎樣的人 你是不是一個 比較上專注能力很高 很專注的 很專注的 是適合做Research 或一能 這樣就可以去一些比較專業的地方 PhD 繼續深究在一個很專業的地方 例如 剛才可以問一下 有什麼原因很好呢 NGS 劇未來的 比善之有前瞻性 比善之有很副性 症上的 疾患的東西 oncology 一直都會 你會看到 人 你真的覺得差點什麼 覺得什麼 疾病最困難的 通常都是較困難的 你會覺得有什麼困難呀 通常我講90年代有什麼疾病最常見的就是心血管 心血管病就多,那期就多了心血管藥物 經過這麼多科學家、藥廠研究,心血管的問題已經少了很多 因為十幾年的研發,到現在中後段期就是講一些癌症 我們現在是年代的癌症,另外的地方是diagnosis工具 如果有些眼光再前瞻性一點,可能講過免疫學 還有一些叫做腦神經,CNS,Central Neurosystem 不同的地方,那些東西有前瞻性,當然是數十載的 你是否選擇一個specialized area 的前瞻性呢? 這是一個學問來的,當然很簡短地 我們搜尋一下有什麼公司在研發我的東西,如果發數量越來越多的話呢 你就會選擇了 很簡單而已,就是流行什麼? 很簡單,搜尋一下,最近流行什麼? 未來十幾十年流行什麼? 但是這件事很適合一些專注能力很高 而且真的很有心 因為研究很挫折的 不好意思,我只讀了四年 真的會比較上講到心態上 第二方面,你自己知道是什麼?是否真的比較受商業的角色呢? 其實我們這個forum想達到的目標是做什麼呢? 是鼓勵我們接下來的年代 繼續將香港科研法發揮光大 需要更多人才 因為這個行業繼續發展 想更多人才進入這個區域 而想做到什麼呢? 做到一個生態環境 繼續發展 可能有一些存夠相當有資能的 有一個新的想法 去創新 很多我們很鼓勵 這些開始公司 繼續成為香港 或者國際 有一個知名的企業 很誇張 我們現在很多開始公司 或者繼續去到相當軌道 可能Tony已經在做東西 相當之會令我們驕傲的 不是說 跨國藥廠 美國、歐洲、瑞士 香港都可以做得更多 但是要那位同學生 有這些想法 以及人才的培養 總結 你知道自己要什麼 以及 如何裝備好自己 多謝兩位 我看到有些同學問 有兩位同學都問相關的問題 我也想請教兩位 關於貿易 貿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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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是香港的角色 會多些貿易 貿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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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一點 要走貿易 貿易 兩位怎麼看呢? 好 不如我先回答 可能有哪個 可能有訊號 方便 是 MASTER 有 For commercial roles commercial roles 來來去 都是比較 Sales and Marketing 各位同學 就不用太反感 可能 跟朋友說 我做到 Sales 我們 Live Science 的Sales 非常技術 技術 技術 這段不是 歧視其他行業 但我告訴大家 我們不是 比較上 Retail Sales 可能是 某某化妝品 出現的Sales 可能需要 技術 不同 Live Science Sales and Marketing 的角色 非常技術 我們說的東西 和交流的東西 都是相當有深度的 是的 而這個東西 地方 所以你說 讀MASTER 有什麼東西呢 因為你處理的東西 都是相當技術 相當技術 你會對比起 可能未來加入這個 industry 的同學 或者現在做的 行家 有一個 avantage 老實說 永遠裝備自己 是永遠沒有輸蝕的 在這個行業 或者未來加入的 行業 你說 是不是一定要需要 讀Live Science Degree 和 那個 Business Degree 這件事 其實沒有一個答案 但是有一個地方 你要注意 你想變成一個 怎樣的自己呢 你想 你想 成就一個 什麼的自己呢 你想成就一個 商家的角色呢 還是你想 讓你自己 在 做 commercial Role 方面 在這個工作範疇 更加 professional 更加專業 而你 讓他做得更加好 你要知道定位做什麼 我會建議 兩個Degree 都不是差的 但是 商家這些 很多Question Mark 老實說 那當然你說 讀回科技的 去繼續 去提升自己的 Knowledge 而且我覺得 不僅是Knowledge 應該這麼簡單 讀science 我經常都 跟同學說 不是 只是關於Knowledge 老實說 你問我六年前 我讀過什麼呢 我不繼續保持 其實都很快退化了 你說 叫我現在說 Research Project 一成兩成 我好老實說 不對十年八年 真的不記得 知識這方面 但是 讀science Degree 有一件事 是很Logical 分析 很Step by Steps 你想什麼 跟著Portical 你如何設計 如何達到 Hypothesis 繼續下去 Step 如何去讀 結果 你讀science 甚至Master Degree 是用你學到Logical Approach 我覺得Master 讀science 是能學到這件事 當然你學完了 懂不懂得運用出來 那就看看你會不會白費了交學費 Tony 想看你的看法 以及問 Commercial role 即Commercial的角色 究竟讀不讀Master好呢 如果要讀的話 Business好 還是 法務士方面 會有優惠呢 你怎麼看 我會有兩個角度看 第一個先有Employer 在角度看 我們先看 在很多Employer的眼中 那個學位 背後代表的價值是什麼 我們不會為了學位去扯一個人 我們是為了學位背後的價值 去考慮學位 會不會跟我們這個位置有關 而這些學位以Master Degree 一般有兩種 類型 第一種是非常專門的 他讀那樣東西 讀畢業之後 他立即做回那樣東西 譬如說 你讀一個學位 是包括Dogic 而專門就是去做 Genome Information 然後在Genetic Code 你可以把它做一些Mapping 然後做一些Interpretation 很實在這個東西 你懂得做這個東西 你筆了業之後 你去到崗位 你一埋桌子 給電腦就可以做了 很專門的 這些我就會concele 那個學位 真是學了什麼 但這些是少數的 大部分Case都不是這樣的 大部分是另一種 我會認為是Genial Knowledge 譬如說你今天去讀 讀一個Master In Small Business 又或者 你去讀一個Master In Cell Biology 你讀那個Master in Cell Biology 都是讀一些Genialized的Cell Biology Knowledge 這些東西 你就不會一上班 你一上班那刻立即使用得到 作為僱主就不是在看那個knowledge 是在看讀的過程中 那個人 展現了什麼特質 譬如說 他 是不是人家有紀律 如果你讀完學位 科科的成績都是C的 起碼 因為一個學生 學習問題很低 智慧特別低 又或者 他沒有紀律 他不勤力 這些東西是會反映到的 我們會從這個角度的衡量去看 但是這個角度的衡量 Degree的內容是什麼 就不是很重要 所以我覺得 如果你很想去讀一個Master Degree的話 如果你找到一個很specific 你立即畢業之後 立即做回那件事 很實在的話 這是一個選擇 如果不是的話 你就要考慮一下 Degree未必在你畢業之後 立即達到一個很重要的 即時性作用 但是輸讀得多是沒有壞的 我就不太相信會overqualified 所以讀多一點書 也不是壞的 但有一件事 如果這樣讀Business 我是很鼓勵 Life Science的人 去再讀Business 但是 我建議是不要一畢業再讀Business 因為Business Knowledge 如果你沒有經歷過商業社會洗禮的話 你去讀 就算是科科考A 你都不會感受到究竟讀那個 knowledge是什麼 只要你畢業之後 在商業社會打過一段時間 積累了一些感受 經驗 而那些東西 你再去讀Business School 給一年的課程去讀 或者兩年的課程去讀 你才會體會 商學院教你的商業 究竟是什麼一回事 所以我覺得 讀Business School Master 是好的 不過 就 考慮一下是不是一畢業就去讀 我自己有體會的 Master In Life Science的學位我讀過 MBA的學位我也有讀過 我會覺得兩樣東西能夠放在一起 是非常好的事情 不過 這個過程 真的發揮了一個效用 你可能要把時間點拉長 你才會看到 這個期望 可能你心裏要準備一下 非常多謝兩位 不過很可惜 我們時間都差不多了 我也知道同學 都還有一些問題 如果大家有什麼問題 其實可以 給我們一個電郵 我們一次過集中 就傳給兩位講師 都可以有一點 feedback 給同學解答 可以傳給我們電郵 register hklss.org 今天非常感謝Tony 多謝Michael 兩位 很繁忙 很繁忙的時間 都抽空來 跟我們分享 亦都多謝各位同學 去參與 希望大家 都有獲益 還有希望大家 在接下來的工作 都找到自己心目中的 方向 好嗎 時間來到這裡 非常感謝大家出席 大家各位再見 拜拜 拜拜